你會一直公佈嗎? 呃... 倒不是 差不多啦 差不多意思啦 就...差不多 好啦 10點10分開始 這個... 呃... 我相信如果在台灣如果看那個 台灣User Group的相關文章 你應該會知道說 最一開始的時候其實有 邱瑋嘛 就是這位講者 他寫了很多的一些關於DUK Gruberness相關的一些 開成專案的一些文章 那... 今天我們也非常開心的 找他 來做... 分享 那他要分享什麼呢? 就是那個... 這個... Know Native其實在這個 Bible上面其實有 有去定義說Upsibility 就讓人家做O11y 這個O11y 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應該要做 要Focus在哪些事情 那他今天會分享 用Gafana 的這個 Lab他的一些 Open Source Project 怎麼去執行這個 O11y 的一個事情 那就... 讓我們掌聲歡迎 邱瑋 喂喂喂 好... 可以好 那跟大家再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邱瑋瑋 然後我在網路上常用的ID 就是HWCHIU 那我目前有在寫一些Blog 也有寫Facebook 會跟... 定型分享一些 相關的薪資 好... 我們因為時間有點不夠 所以我要快速幾乎重點吧 那基本上 O11y的話 昨天在我們的攤位前面 就有講到O11y是個縮寫嘛 他全民視所謂的Upsibility 所以他基本上呢 就像小飛機說的 基本上我們會把它定義成幾個面向 我們去做可觀測性的東西 常見的是所謂以前的Matrix Matrix就是... 你可能會聽到所謂的Gafana 跟所謂的Premetious Starsion的一個Solution 可以讓你去監控說 你像應用程式的一些指標 譬如說你像HTTP 相關的一些... 一些指標從你的應用程式裡面收進來的 你的Latency多少啊 你某些東西的統計數量是多少 還有所謂的Login的部分 可能所謂的ELOKEFK 這類的東西幫你收集你的Log 那更甚至的 有些人會想針對Log的部分 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不單純只是搜尋Log 想要基於所謂的Turn 這種Word 去進行索引 然後分析說什麼跟什麼之間 出現的頻率之類的 到這幾年 比較慢慢流行的所謂的Tracing 因為現在所謂的 微服務架構的出現 以前我們在單一壟斷式的這種 單一結構... 呃... 部署中 你服務發生問題時 你是單一Process 你可以用所謂的Profiling方法 知道誰是的瓶頸 在Micro Service的架構中 假設我們今天Kubernetes 你的Container 在節點ABC 各有一個Container 一個Traffic 你會從A到B到C 你發生問題時 你要知道所謂的Botonic在哪邊 誰花比較多時間 甚至說在一個Process裡面 哪一個Function花比較多時間 所以OpenTracing後來 它其實也是Google那邊 後來拉出來 Google做一些相關的論文 然後後來 不論是Uber的耶哥啊 早期的Leapkin 他們都有去實作相關的東西 大家會講全頻 應該是所謂的分散式Tracing Digibility Tracing 那基本上這些東西 都被定義在所謂的 可觀測性之中 那基本上 採到這三塊 像都有非常非常多的開源專案 每個專案都有它適用的場景 以及它可以用到的一些功能 那有趣的是 在這個框架中 很多是可以互相疊加的 就像一個Chain一樣 你可以A疊 B疊C 互相疊來疊去 所以今天我就會從 Matrix Logs 跟Tracing三個方向去看說 我們如何以 常見的Gofana 以及Gofana Lab 所開發的各種開源專案 打造出一個全家統 就是由它包辦全部世界 那 你可以看到 在目前的所謂的 Tracing Logs跟Matrix 有很多很多專案 是來自於不同公司 好 那 基本上 做所謂的這種 Observability 一個很大的 我自己觀察到是這樣 不論是哪一種指標 在部署 以及整個實作中 通常一定會有幾個角色 第一個 應用程式 你一定是要觀察某個應用程式嘛 你可能用GoLang寫 用Ruster寫 都可以任何語言去寫 接下來一定要有人去收集你的指標 收集你的Log 收集你的Tracing 收集完畢後 資料太大量了 你可能會進行所謂的分析 你可能進行 比如說把Log進行一些壓縮 或是後製處理 Matrix 你可能把它上上Label 可能你收很多個Cluster 要上一些轉換之類的 最後呢 我們要看嘛 所以一定會所謂的視覺化 一定要做所謂的Vitualizer 讓你可以 有個很好的Goey 讓你去搜尋之類的 所以基本上 所有這三大指標裡面 它的組合 它的玩法 都差不多 很多時候只是說 哪一個部分 要哪個開源專案 Application 都是你自己寫的東西 所以一定是自己的 只是後面的部分 你要用什麼辦法把它兜起來 比如Solution 一個人包三個 也有人說 我專注做一個 互相透過一些API的方法 去銜接起來 好 那前面可以看到 我們在做 前面三張圖很多個東西 在維運上 我們很常遇到的問題是 我今天如果 我要同時 佈一個解決方案 或是 我要同時支援 Matrix Login 我要怎麼做 我要佈哪一些服務 所以很容易遇到說 今天好多個專案喔 我可能全部佈下去 我要佈八個專案 每個專案都來自於 不同的open source 有不同的版本 對於維運人員來講 你要去追每一個版本的 最新的資訊 升級 你要怎麼升級 Change log 其實很煩 再講 每一個的部署方法都不一樣 部署方法不一樣 造成的問題是 你未來要進行tuning啊 你架構要設計時 你都會想說 這東西該怎麼做 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 甚至發生問題時 如果每個架構都不一樣 你都要重新學一套 其實是 你可以動 可是你會很累 因為每一個如果 它的原理 想法都不同時 會相對的辛苦一點 所以這次 為什麼國方拿Lab 他們之後 推出了一系列的開源軟體 他們都希望基於相同的架構 希望相同的概念 你可以學一套用三個 你在進行除錯 設定時 用一樣的想法去做 特別它最好所謂的 User Interface 你的UI 如果你這次 做企業內 你自己玩就算了 企業內的時候 你都希望整合目前的LDAP 你的Key Chronic Dex 之類的東西 SSO的部分 你當然也希望說 你所有解決方案 都可以整合到一套 可是有時候 譬如說如果你玩過Kibana 就知道Kibana要整合 沒那麼好整 可是你又不可能說 讓他裸奔嘛 我們都只要希望什麼 HTTPS 至少要有帳號密碼 你也不希望說 每個人幫他手動協議組 你維運就死掉了 加入一個新的team member 就幫他設議組 有人離開還會幫他砍掉 這絕對不可能 所以大家會希望說 這部分可以打到一些自動化 或者說統一管理 主要是維運人員 我們可以有個比較好的一個 Overview 去看所有的東西進行管理 好 那我們直接講到 Kibana Lab呢 基本上 大家講到Kibana 以前都知道說 我們在做Matrix的時候 會用Permitius 收資料 去做視覺化 但是實際上 他能做的東西非常的多 他在Matrix Logs Tracing 都有他的開源專案 然後他本身呢 他現在除了這幾個以外 還有所謂的Profiling Profiling 你可以想成是 他去收集所謂的 Process運行中 CPU Memory 他們的一些使用量 幫你進行到Function Label的這種除錯 知道說哪一個Function 可能卡最多CPU 可能造成Memory leak之類的部分 他現在其實涉足的東西非常的多 不單純只有UI而已 所以呢 以Matrix來講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架構圖 左上角的是Permitius 非常知名的專案 也在CF中 非常早就畢業了 大概是2018 就畢業了 那 Govana組合劑嘛 除了這三個以外 這兩個以外呢 有非常多延伸品 Sonos Cortex Victoria 以及我們今天的Govana Mimia 這些其實都是在 Matrix這邊的專案 好 那這是一個 Permitius跟Govana的 最簡單的實作方法嘛 Permitius是Server 它 你可以去撰寫它的一些設定檔 它去跟你的應用程式收資料 所以通常你的應用程式 你都會透過HTTP Endpoint 寫一個 界面給 請打我 譬如說什麼寫線Matrix Server就會定期去問 可能每15秒 每30秒去拉一次資料 拉完之後呢 你的Govana就會設定說 我要去從Server這邊讀資料 然後你就可以設定說 譬如說我想要Query 我想要計算總和 我想要計算它的一些Rate 譬如說它的一些每秒增長率 每分鐘增長率 然後透過Govana UI呈現 這是一個最簡單 一個基本概念 Matrix就是有人去 呃 視覺化 有人去收集加分析處理 然後最後是你的Application 那 我們除了這樣做以外 Govana它可以加很多Data Source 所以說有時候你機器很多台 那有人會說 欸我能不能每台機器都裝一個Permitius 或者是在以前的VM啊 或是說 唇 那個BearMetal機器的情況下 所以你的Govana 你也可以去 運行在 就是用一個中央的Govana 去接收很多個不同的Permitius Server 這都可以做到 所以它其實是有彈性的 那變成是 你要理解它怎麼運作 再根據你的情境去調整 而不是說你想用一套架構打天下 是比較難的 而是知道說 到底我現在的部署環境 是長什麼樣子 因為雖然現在大家講Kubernetes 可是有很多環境也不一定有Kubernetes 可能連container都不一定有 所以還是要根據你的需求去看看 東西該怎麼部署 怎麼去調整 好那 Permitius講這麼多 實務上會不會有人真的存用 只用Permitius 不會有 因為它有太多問題 第一個 Permitius本身的設計 它就是 不是一個long-term solution 什麼叫long-term solution呢 問題在於它的資料儲存 它原生只資源寫到硬碟 寫硬碟 然後你只有一台機器 你可能覺得無所謂 當你今天硬碟爆了 或是說你要做到HA 你想要做AA 想要分散這流量 你都很難辦到 所以後來才會有這麼多延伸的專案 所謂的 Sonus跟Vitoria以及Cortex 他們要去把Permitius給改善 那就有人問說 Permitius剛好自己不去做 他們就說了嘛 我們就是簡單 有人想要延伸做更好 歡迎嘛 我們就是維持最基本的簡單功能 別人基於我們的東西去往下去做 老實講它也做得非常好 因為 現在所有的新專案出來 沒有人 不敢去支援它的interface 所有新的專案都會支援它本來的語法 支援它本來的東西 它已經太龐大了 每個人都是以它為基礎 在網上疊加 那 那 其實上裡面很重要 什麼remote ride remote ride remote ride 就是可以把一些資料往外送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在進行一個簡單架構設計時 欸 假設你可以想像這邊是三個不同的cluster 都是Kubernetes 那每個裡面都有所謂的Permitius 這種情況下呢 我們可能就把Permitius的Server變成agent agent 就只是說我只收資料 我不儲存 所以我可以把三個cluster的資料對不對 每個收完後 送給另外一個Server 由這個Server去怎樣 去做單獨的儲存 這樣的話 你可以想像多個重機的資料 統一在某個地方儲存起來 統一有個國方拿去進行讀取 進行視覺化 這是剛剛提到嘛 Permitius的資料 它本來是非常硬碟的 它不是一個long-term solution 不是一個很好的 所以才會有其他的解決方案 在Server這邊 把Permitius換掉 那剛才提到 每個人都會支援Permitius的格式 所以agent Permitius的agent 能不能去跟Sono Cortex Litorial Matrix溝通 都可以 它太龐大了 沒人敢不接 因為你知道是全新的東西 大家說 光那個轉移的痛苦就太大 不太願意去使用你的 用舊的這些都已經支援的反應會更好 那今天我們講的 果方拿的Mimia 它基本上跟前面的所謂的 一些解決方案都是類似的方法 都是在解決Permitius的問題 希望讓它提到所謂的 HighAbility 也可以讓它做 所謂的水平擴展 你的REIT跟REIT的需求變大時 可以讓它擴展去支援更多的一些流量 那它Storage可以接上外面的Storage 它是以ObjectStorage為主 那目前這幾個流行裡面 除了Vitorial Matrix是直接以 BlockStorage以外 其他都是所謂的Object 所以Object的話 如果是雲端 你可以用AWS的S3 GCP的GCS之類的 你在地端你可以用Safe 或是Mimio都可以 那總之它有不同的一些Storage Remote可以讓你去使用 那它本身就是因為要解決 所謂的Permitius的HighAbility 跟Scalability 那你可以就是根據東西 垂皮擴展 好 那所以它的架構其實就是 把Server這邊換掉 換成它的架構 然後在系台裡面的部署 只要你知道說它的定位就是 GoFana直接去拉它的資料 它本身也去銜接 所有agent的部分 API直接互通 所以它可以就是 跟所謂的VN 然後剛剛的CodeTest 是同樣的角色 好 GoFana野心很大 他們覺得說 欸其實我們什麼都可以做嘛 寫程式嘛 所以說我們除了Mimio這個角色以外 這三個agent啊 我們也可以自己做掉啊 我們為什麼一定要跑一個 這麼龐大的Permitius 搜這些東西 如果我們今天目的只是要搜 資料 只是要去問Matrix 其實我們這邊也可以自己開發 這幾個東西 所以GoFana底下有兩個專案 稱為GoFana Agent 這agent實際上是 老實講它還沒到版本1 還在0.35 所以我會建議都還在 POC跟Testing就好 Protation先不要用 畢竟還沒到 正式的Stable版本嘛 但是去玩一下 看一下說他們目前發展的東西 其實是蠻有趣的 理解一下他們怎麼做 你看看到最後一行 它在實作這個agent的時候 它直接去支援 Permitius所有的CRD 所以Kubernetes裡面的CR的支援 的自定義物件 因為它這樣可以讓你無痛轉移 無痛從所謂的本來的Permitius的架構 然後轉到它這邊來 可以看到 當然Permitius已經 基本上獨大了 每個人都還是要依賴它 每個人都還是要相容它 不然使用著轉移會太痛苦 所以一種文法 就是你可以把所有Server 換成GoFana Agent 但這等於告訴你說 這個環境中 很多東西是可以串來串去的 只要API相容 你要怎麼步都可以 你可以直接跑GoFana 然後跑Permitius Server 這個也都OK 好那Mimeo的話 基本上 它本身的設計 裡面就是基於MicroService 它裡面有很多很多的元件 那每個元件可以單獨的水平擴展 然後你如果你想要 垂直的話 可以調高CPU跟Memory的使用量 它本身在Kubernetes內 提供三種不同的部署方法給你使用 那基本上一種就是最傳統的 全部放在一起 以及針對 rewrite需求把你拆開 大家會相對介紹一下 它的一些架構 好在它裡面會有不同的component 那這很重要是因為 果Fana它針對 Matrix login跟tracing裡面 全都是一樣的架構 component名稱也都完全一樣 角色定位也都完全一樣 所以掌握一套 三套都可以理解 那基本上我們對於Matrix來講 我們在意的是兩個部分 收跟寫 寫就是說 我們去從我們的application 收完資料 一路寫回storage 這叫寫 讀就是說我們從果Fana 去下一個query 從storage把資料拉出來 分析完視覺化 這叫讀 所以在它的世界中 基本上 左邊會寫會經過兩個元件 所謂的distributor跟所謂的ingester ingester其實是大部分bottleneck的部分 所有的寫入處理都在裡面 進行相關的一些轉換啊 處理 之後寫到我們的storage裡面 然後或是所謂的compactor 它去對storage進行一些定期 把一些過期刪掉 或是說定期進行一些整理 把大的chunk 整合成小的chunk 整空間 那reader也會有相關的配型 基本上前面的front end跟distributor 都是小low balance的概念 後面真的query才是真正的去讀啊 那當你要讀資料時 寫資料很簡單 收到就寫 你讀不一樣 我可能要讀現在的 我要讀七天以前的 我要讀兩年以前的 你讀會有個時間range 為了讓時間range快一點 它要把這東西再把它往下裁 讓不同的這種storage gateway的instance 去分別負擔不同的range 不同的時間區段 它再加速同時往下去送 所以它這邊其實之後都可以水平擴展 變很多個 好 這是它的基本原件架構 所以你去布一個秘密的這種solution 會看到很多個component 很多個process 簡單玩法 PoC的過程中 它第一種做法 因為它的實作裡面 這些全都是process嘛 它可以把它compile成一個binary 所以一種部署就是 我只布一個process 裡面包含所有function 全包含在一起 就等於是 這是一個container 一個process而已 所以這種情況下 如果你要水平擴展 讓你的這種scalability更好的話 你就是布更多個container 前面在外包一個law balancer 你可以自己用 Kubernetes、Ingress、Service 包一個law balancer 甚至說你自己是地端的話 隨便包都可以 你的re-ride 打進來 再散出去 那這種情況下 測試很簡單 但是很多人在證證部署時 沒那麼愛 因為這每個元件 對於讀貨寫 產生的流量跟瓶頸不一樣 很多時候我今天大量寫 很多可能只是ingester會吃很多 那distributor不需要 所以以實務上來講 我們可能要把ingester 複製三個副本 distributor不需要 可是如果已經放在一起的話 你複製是一起複製 等於說可能會有一些component 我多給他一些資源 去 那給資源你可能覺得無所謂 可是在Kubernetes的世界中 給資源就是所謂的reserve CPU跟memory 在現在很考慮淺錢的時代下 你去調整這些reserve的東西 可能會觸發你一些VM動態生長 動態生長可能就是一些錢 可能每個月就是幾百美金的消耗 所以有時候在比較考慮一些成本情況下 那我們可能就是精打細算一點 需要的再把它水平擴展 沒有必要的就不需要 所以這是一個簡單的部署模型 放在一個process 那他也知道說很多人可能一開始進來時 我不想去理解這麼多元件 很痛苦 能不能把它簡化 他幫你簡化了 三個container read跟write read裡面就是total point 把power process是執行兩個function write是執行write的function 所以對你來講 你只能看到三個container read write跟backend backend就是把相關的功能全部放在一起 這樣的話 我今天發現我是write的方面有瓶頸 我就針對write的container水平擴展 我對read有瓶頸 就把read的水平擴展 根據你的需求 那可能backend這邊就很輕鬆 他可能不需要那麼多的part 所以可以根據你的需求針對write 那在production的世界中 他可能覺得說 你覺得你非常強你什麼都會 我想要自己控制 你可以每一個component 你們獨立拉出來自己水平擴展 你可以用deployment 去改變你的replica的數量 你可以用HPA 根據CPU memory的使用量 動態的水平擴展 根據需求 那基本上以今天來講 都是ingester跟querier 這兩個會吃最大 特別在你做進行querier的時候 你發現我今天這個時間你要拉很長 你的query又很多 你要一次拉 譬如說我要看個 兩個月 那可能querier這邊就 就會你知道 CPU夠高 那可能HPA就會觸發 就把他拉很大 前面這些部分可能就還好 所以這個會比較適合說 喔我已經理解他裡面的一些架構 一些相關玩法了 我再去對他進行所謂的 使用這樣的方法去部署 好 那這是MIMIA架構 所以MIMIA裡面基本上 什麼部都可以 那他最後的方法就是 他的功能就是取代 Permitious Server 可以跟果放拿對接 也可以去收所有的 Permitious Agent的資料 Login呢 日誌處理的部分 基本上 像很常聽到所謂的ELK EFK E什麼K都可以 反正中間那個就是收資料的部分 那 有可能觀察到說 後來所謂的OpenSearch AWS針對Elasticsearch 進行所謂的開源 所謂的改 他改非常多東西 連他部署的模式都有點變化 然後他所謂的不同的一些解決方案 以及我們這講的Login Login是來自果放拿的解決方案 針對Login去處理的 這是一個常見的 Login模型 就是左邊 我們會有一點的應用程式 那Login 通常我們可能會在 某一個 每個instance上面 只裝一個 instance 就等於說每個階點 只裝一個container 他可以去收嘛 常見做法就是怎樣 container會把你的Log 透過Stand out Stand error的方法 輸出 container One-time engine 把它放在所謂的斜線 Var log 巴拉巴拉的位置裡面 我們這些 Fluentd Fluent bit 之類的東西去挖那個Log 挖出來以後 送給你的 Elasticsearch 最後你的Kabana把它讀出來 讓你進行視覺化 你可以進行搜尋 搜尋 進行分析 那 老實說 EFK好不好 蠻好 也很強 但是 我覺得 以及我經驗來講 大部分的人 我自己臉多不好意思 我用講的就好 大部分的人其實不需要 ELK跟EFK 因為很多人 你們要的只是 搜尋Log 只是想要做filter 但是 ELK 裡面的E啊 那elasticsearch本身很難圍運 它本身是個cluster架構 你要匯的東西非常多 你要去修API 修它的狀態 非常難修 它最強大的功能其實也不是search 是它所謂的分析 做index 所以很多時候殺雞硬有扭刀 你弄了一個這麼強大的EFK 結果你只做一個logsearch 其實最後痛苦的是你 當它發生問題時 你發現你也不會修 然後它最強大的功能 你也沒用到 就只是在那邊收log 你只是在這filter 打幾個字 真的是 浪費人生 所以如果你真的確定說 你的需求只是 收集log 過濾log 那其實 有蠻多解決方案 像Loki 它就很適合你的需求 但是你如果確定說 你要是做分析 你要知道說 log中哪一些 哪一些字跟哪一些字 出現的頻率 互相出現的機率 有這種分析功能時 你還是要回到 ELK的E E ElectricSearch 去幫你進行相關的一些分析動作 但是如果只有 日誌的話 那我會推薦說 使用Loki就可以了 好 那基本上Loki角色就是 把這邊換掉 換成所謂的 把ElectricSearch 換成Loki 視覺的話呢 以Govana去搜 那 對它來講 其實 FluenD Govana有覺得說 欸 我們也可以做嘛 所以 Govana他在這邊對不對 他們也做了另外一些的解決方案 他們稱為所謂的Prontel 很輕量級的收Log的部分 那你跟他 你問我說他跟其他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沒什麼不一樣 就看你喜歡哪一套 大家的介面都可以支援 都可以走HTTP 都可以進行說 收完Log之後 做所謂的Transformer 進行相關的一些修改 把一些帳號密碼給屏蔽掉 都可以辦得到 所以說Log要哪一套其實無所謂 都可以收 所以 如果你要全假餐 你就可以把收Log的部分 換成Prontel 這是他早期的做法 好 那剛剛前面是不是提到有Govana Agent Govana Agent也可以收Log 所以Govana Agent這種目標是 它會變成一個Agent 收所有的Matrix 我可以收Matrix 我可以收Login 以一套打天下 但是剛剛提到嘛 Agent還在0.35.0 所以就是 玩完就好 還不需要到正式的環境去中 Login 跟Mimia 99%一樣 所以這頁有 沒什麼重點 就是 它的部署模式也是一樣 會有所謂的Destributor Ingestor部分 完全一模一樣 連部署的方式都是有所謂的 Monolistic 或是所謂的Reright 以及所謂的 那個Microsoft Base 所以你掌握了Mimia的玩法 或是掌握了Login的玩法 再去看另外一套 你發現 設定方式都一樣 針對Read跟Writers 你可能要Tuning的部分 哪些Size啊 哪些東西要改 也幾乎完全一樣 你會覺得 對你來講 你會輕鬆很多啦 等於說你只要學一套的一些概念 你可以去控管很多個不同的Solution Tracing這邊基本上也是差不多 Jager跟Zipkin 到後來像所謂的OpenTelemetry 掌握了什麼天下嘛 Govana這種所謂的GovanaTemple 這是以前的Tracing的一個玩法 你的Application Tracing打出來會透過SDK SDK可能會打 再講一下Tracing這邊對不對 這只是一個舉例 不是唯一 Tracing很多種組合方法 怎麼組都可以 那這是一種SDK送給我們的Telemetrics 搜完 然後Telemetrics送給Jager Jager把它寫進Database 然後再會有個querier去這邊撈Database 你可以再用所謂的JagerUI 去看Tracing的資料 Govana也有向後相容去兼容 Jager的UI 早期做法嘛 但是現在呢 Govana覺得沒關係嘛 我們自己可以做啊 我們可以把你們的Jager取代掉 所以這個叫Temple專案 基本上它的玩法出現後 我們直接看 大概就長這樣了 把中間剛剛看到Jager的部分 全部都換光 用Temple去進行處理 它背後也去支援所謂的OpenTelemetrics Jager跟Zipkin的格式 所以你既有的應用程式 你不需要改 你也不用換Library 只要讓它把封包 把你的Tracing資料打向Temple Govana去Lo 就可以 那有些人說我Tracing 收完之後我要進行一些轉換 你也可以送給你本來的Collector 進行一些管理 或是你想把它送給GovanaAgent 讓Agent來收集 再回來TookTemple 也都OK 所以它的組合是非常彈性跟靈活 因為大家的介面都是共用的 部署模型又是完全一樣 什麼Distributor Ingestor 都完全一樣 所以它也是一樣 在Re跟Right這邊 有自己的Pace 只是它在Ingestor這邊 它多了一個所謂的Matrix Generator 它可以幫你收到你的Tracing之後 自動幫你產生一些Matrix 所以在Dachibus 你可以從某些Matrix 跟某些Tracing 找到關聯 大家有機會的話 給個簡單Demo 好 那基本上它部署的話 它目前是沒有Re-Right 但是 真的不大選的時候 我們可能都會使用Micro Service 這種每個元件獨立去部署 自己需求 把它的水平擴展 所以這是一個 可能的理想 我們在每個K8S的節點中 只跑一個Agent Agent你可以收 Application的Log 可以收你的Matrix 你的Tracing的Data 送給Agent 在我們真正的 我們文育人員 DevOps Whatever 你的自己衝擊中 你布你的國防哪去視覺化 你把你的Temple Loki 密密的布起來 讓每個節點 全部把資料送給我 透過Push的方法 把它送到各自的元件 你可以送你的Log 送你的Matrix 送你的Tracing 這樣的話就是完整 全家餐 全包 但是實務上不一定嘛 實務上 因為剛剛提到 國防台Agent還沒那麼穩 所以有時候 欸 我馬上是用現有的方法去做嘛 我們可以用什麼 Permitious的Agent 去收Matrix 你可以用Permitial 用Fluentd去收Log 也都OK 你本來要收你的Tracing資料 你用那個OpenTelemetric 弄YA個 也都可以 但是因為界面相同 你還是可以在你後端這邊 透過Mimia Temple跟Loki 去做所謂的Server 收你這些Matrix Login跟Tracing的資料 統一透過國防哪來進行 視覺化 5分鐘 好 除了這個之外呢 還有所謂的Profiling Profiling這是一個 是在大家以前在寫 審視時可能自己會用到 但是對於維運人員來講 怎麼會做比較好 國防哪他覺得這一塊 也是值得去做的 畢竟國防哪他覺得 自己真的很強 那以外什麼都可以做 所以他覺得說 他們開了一個Flare的專案 做到所謂的Continuous的Profiling 一直不停的去收集 你應用程式裡面的資料 當是發生問題時 你可以像我們做國防哪一樣 時間Range 我想看這5分鐘內 CPU 在Function內 每一個Stack CPU的使用量 然後可以把它轉成火焰圖 讓你知道說誰是Bottleneck 他們做做做 做到之後 今年3月15把專案收了 因為有另外一個更知名的專案 跑很久 稱為Pyroscope 直接被國防哪給買走了 那Pyroscope本來有 他們自己的agent 他們有支援各式各樣的程式語言 SDK 然後也有自己的UI 現在被買走 整個收下來了 所以 國防哪Flare這專案 目前先停掉 那 我覺得應該不久之後 就會看到說 它整個功能整合到國防哪裡面 就等於說 把Pyroscope的UI 整進到國防哪 用國防哪來呈現 所謂的視覺化跟收集的部分 好 等我一下 然後 這是一個簡單的demo 給你看一下 這是官方都有提供這樣的demo 讓你去自己用搭個Compost啊 把Compost加個全家餐 這全家餐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 在Compost的世界中 Compost的話 我們如果你有玩過的話 DataSource 就告訴他說 從哪邊LOG資料 所以我們可以從Loki去收 什麼 收日誌 收你的LOGIN 從Mimeo 收你的Permitius的東西 從Temple 去收你Tracing的資料 再告訴他說 Server的位置在哪邊 如果是用Compost部署的話 你都有Service的名稱 自己做所謂DNS的解析 這無所謂 很簡單 那Flare就是剛剛提到的 Profiling 那長起來會怎麼樣子 如果你用過所謂的 Permitius的話 基本上大同小異 這UI跟一般的廣告比較不一樣 所以它是10版的 10版廣告大概是上個月才Release的 所以它的UI一些操作 一些Button 跟你用過往的9或8 其實改蠻多的 那它的一些畫法也不太一樣 那這個是傳統的嘛 我們去收一些指標回來 視覺化 那你可以看到 它這邊有一些 呃 Matrix是關於說你HTTP的一些 Return code 那它這邊有告訴 有它的這些數量啊 然後我看一下這邊 有所謂的Latency 這個變得有點小 看不太到 好就告訴你說 每一個Endpoint啊 什麼樣的Messor 它的Latency多少 剛剛提到這些Matrix跟Tracing會整合 所以在這邊呢 這些Matrix對不對 點進去 它就有所謂的OpenTracing的資料 你可以再以Tracing去往下去看說 欸這個 它的Duration 譬如說某一個 怎麼多這個 108mini second 點進去 因為我現在螢幕比較小 所以它會比較痛苦 但是它會把它展開來 以Micro Service不同的component 以及每一個裡面你的Function 當然這是應用程式的人本身也要去寫的 可能框架也有是你自己去撰寫 去支援這部分 就可以知道說 這100mini second裡面對不對 第一個這個component 它大概花了79mini second 然後裡面有各式各樣的Function 每個Function中它目前的值 有哪一些HBuild 大概是什麼樣 你就可以知道說 當發生Bottleneck時 可能是卡在哪一邊 哪邊花比較多時間 這是我們用Tracing的做法 可以看到說 欸這邊某個人花了26.85mini second 所以要發現Bottleneck的時間 欸可能跟它有關 為什麼別人都很正常就走 它特別慢 然後 那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還有所謂的Login 只是看Log的部分 那在果發納裡面 我們選對它Source 你可以選Log 喔果發納它本身 針對Loki跟Temple 都有設計自己的QL Query Language 那Mimea的話 是完全兼容Promitious 完全一樣 那Loki Login跟Temple有外的寫法 那在Login世界之後 你跟它說欸我要搜你的Log 然後因為Log其實搜上來 也會有些Label 那Label它 欸Drop等於Agent的話 然後可以把它轉成 Format印出來 然後它把它去 欸我想要做Match 發現什麼東西 等於Error的時候把它印出來 這邊那就看到它有各式各樣的 Log的訊息 那因為它是全家餐 所以Log跟Tracing也有整合 你對這個Log 要發現它怎麼出現Error 我想知道說這個Error 它到底中間是經過哪一些Component 彼此的時間怎麼樣 又可以跟Temple整合在一起 又可以打開說 喔這一筆Log它當作產生實裡面的Tracing資料 TracingID 對應到哪一個Request 在哪些Component之間 花多少時間 所以當你有機會把全家餐 那三套就好 我們A95所謂 Server這邊整合在一起時 是會提供一些更好的方法 讓你去做Reference 你可以從Matrix到Login到Tracing 三個進行一些交互參考 有問題是你可以更快知道說 喔這可發生問題了 然後我可以更快去查 不然你過往如果是三套不同UI 你要自己手動花大腦去想說 喔這一個Matrix 可能是跟哪一個Log有關 那Log裡面 我本身就打一些TracingID時 然後可能要到我們不同的UI 就去看這個TracingID 對應到是什麼 他今天把你全部整合在一起 讓你去看 比較方便簡單 然後還有 吵 吵死了 再給我一分鐘 好在Export這邊呢 Export就是 你沒有想法做Dashboard長久了 是讓你簡單去一個Playground的地方 他裡面還有所謂的Flare 那我說他暫時會不見嗎 看一下 他這個收的 這就是Profiling的東西 告訴你說 現在這個Process裡面 大部分時間都在Idle 然後 我這裡要看他Profiling怎麼收 收到的這樣長什麼樣子 讓你知道說 你未來如果對Performance有問題 你可以從這邊去看 然後他也適合 那為什麼我們稱為所謂的Continuous Profiling 就是說他是不是一直不停地收集 不是只收一次 那一直收集的話就是你會得到這種曲線圖 然後你就可以深對你的時間區間 去看說 欸我時間時間點 應用程式怪怪的 怎麼CPU飆高 就該把時間拉到這邊去看一下說 他那邊的情況下 Profiling的結果告訴我是什麼 我能不能從這邊得到一些Debug的訊息 之後說哪一個Process哪個Function 怎麼會突然變忙了之類的 跟你一些Insight往哪邊去除錯 當然就像提到 之後Pyroscope的收購之後 也許這個UI可能會改變 他背後的Agent可能會換成Pyroscope去開發的 也不是Cofana的Flare 好那我今天關於 Cofana打造一個Observability的全家餐的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然後 我們下場議程還有8分鐘 但是我覺得還是可以問個問題 有沒有留有任何問題 沒問題 沒問題 你把Rudor選好 喔那個我們講大 我們講Overview 所以那個沒關係 對對我把他Skip掉 像看一下 剛剛有一個第一小的假設 那個方法 然後我們每一回去 那你去看 那你去看 所以變成你們要用各自 三個Long這樣 去搜 對 那比如說剛剛介面的レモ上 可以把這些Long的Metries 跟Trade 其實可以在一起 然後 所以那個TracingID 需要整理一下 那你現在用三個不同的工具 那這個 這個有沒有什麼好的 生活確定 首先Tracing跟Matrix的轉換 是在 Temple的那個 Matrix Generator 他要把你做掉的 Log Login跟Tracing的轉換 是你在進行寫Log 你的用程式在寫資料時 你只要把TracingID 寫進Log 同時也打一筆Tracing資料出去 就可以了 然後你只要在 其實主要是在這邊 就是在 你 收集Log Loki這邊對不對 會有個地方告訴他說 你這個 收進來的資料裡面 哪一個欄位跟TracingID有關 只要你的應用程式在寫Log 時把它寫進去 他Loki收進來時 他就把這個欄位 轉成TracingID 然後Temple裡面 如果收到有一模一樣的ID 他就自動把它做灌點起來 所以你背後怎麼收 無所謂 是應用程式那邊 只要有寫入 這邊有設定 他就可以灌點起來了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那五分鐘後 來場夜神謝謝 我之後會把它分享出來 我看到時候小飛機會怎麼分享投影片 同樣 問問 請問問 請問問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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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目前看你的歌,如果是Copenetis的話 應該再講,我方常所有Dashboard都是基於Jason的檔案 所以一種歌法是Copenetis